其實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解決老百姓的問題 我剛才聽陳昭之在講 這可以知道他內心的溫滿 第一點 因為每個人出生的時候 就是有一定有些人會 因為不同的原因沒有子宮 但是他有卵巢 所以他還是可以經卵結合 還是可以有自己的小孩子 問題是他要有一個 有人可以當代理孕母 這聽起來好像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就很簡單 這有什麼困難 為什麼要阻擋 我們在世界上有捐贈精子 捐贈卵子 甚至肝 肝可以捐一個 肝可以捐一部分 所以聽起來好像 也沒有人去反對 所以如果說 有人因為他沒有子宮 他需要另外一個人幫他 那個懷孕那個小孩子 我覺得 我個人是想不出為什麼要反對 奇怪的就是 這個法案竟然 他也不是說法律禁止 他是用行政命令把它禁止 當然去立法院就希望去 去突破那個法律 從 2004年到現在 一個聽起來沒有什麼問題的法律 為什麼會歷經將近20年 躺在立法院 我是無法理解的 所以 我們昨天講的醫療政策都是 大概就是 大家都同意 今天要講的醫療政策就是 就我的觀念來講 我覺得這很正常 為什麼要反對 可是很奇怪 他在立法院就是不會過 我是無法理解 所以 常常這樣 還是那句 政府常常不要老是想說他想要做什麼 其實政府第一件事情 這樣解決老百姓 他遇到的問題 幫他解決掉 所以對於那些 沒有 當然沒有子宮有兩種情形 有一種是先天就沒有 其實我還有遇到過 那個產後大出血 那產後大出血先打那個 子宮收縮劑 可是有時候就是那個反應不好 所以我自己當醫生的時候又遇到那種情形 我們出去跟家族解釋說 現在那個產後大出血 已經算塞了 可是奇怪那個血還是止不住 那當然 最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把子宮拿掉 先止血 但是還是要跟那個 先生跟婆婆先講 大家先講 子宮拿掉以後 當然就沒有子宮沒辦法再生了 常常我就看到那些 我自己有遇到過 就看到家屬的表情 就好像 很掙扎 因為常常是 有時候遇到第一胎就產後大出血 所以就代表那個 那個子宮要不要拿掉就會卡在那裡 我倒覺得是這樣 醫學是這樣 就是給每個人 應該就是說最大的幸福保障 常常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去 遇到這種產後大出血的案例 為了要 硬是要保留那個子宮 讓他以後還有再生第二胎的機會 讓醫生在那裡掙扎 直學指導 半天輸學輸一萬七七 我覺得這也不是很健康 所以決定是這樣 在這個案子 我個人 我是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禁止 我也無法理解說 這個案子為什麼卡在立法院 因為一卡19年 我個人是無法理解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還是那句話 我們就是把這種問題 掏出來 那覺得說 這就是有人 有人有需要 有困難 我們就把它解決掉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謝謝大家